现代人常说世纪拜拜赚钱辛苦 难道真的实际不好就可以招摇撞骗吗 台东一名不肖人士 以假劳工员工名义行诈骗之时 在光天化日之下到民众的家中行骗 一名自称是劳工保险局 专办国民年金的业性专员 走进住在桂林北路的李太太家中 一开口就询问是否积欠国民年金保险费 见李太太慌张 得知已积欠达两年的保费 立刻以诱导的方式 并且告知对方可以帮忙贷办贷款 来缴交积欠的保险费 但是也要求着收高额的贷办费 什么他是在办国保 他说这样 他说意思是我要办母 说如果没有钱 不能投一款付多少钱 不然就来用贷款 如果要办贷款要去找他 有说如果大家看 人家看他要是多少钱 李太太的女儿走下楼见状询问 而该名犯贤眼看就要东窗事发 马上夺门而出 随后李太太的女儿 致电到劳工保险局台东办事处 确认这名月姓专员的身份 才发现受骗了 最近就是有民众到本处来反映 说有劳保局的人员到他家里去 要替有基欠国民年金保险会的民众 来办理贷款 而且当场要收取一些贿用 那我在这边提出呼吁 就是本局目前并没有派员去做这种 那个贷款的这种服务工作 再者如果是劳保局的人员 我们都会有佩戴服务证或者是谎查证 那民众千万不要上当 再者如果说你劳国保有欠国保的贵用 如果需要缴纳或者是无力缴纳 都可以亲自到我们办事处来 我们可以协助你去办 用分期方式缴纳或者是列印缴款单 到各银行邮局去缴纳 不要听信其他人员的这个 儿才的这种说话 如果民众有碰到这个情形 当然你可以直接打劳保局 我们这边的服务电话 318416向我们来反映 我们可以去查明是不是有这个事实 而且我们有政风单位 可以将这一类的这个不法之徒 给他移送地检署去做侦办的东西 而根据描述该名男子是一名汉人 年约30到40岁左右 身高大约160公分 皮肤永黑 不过好手好脚的没有找份震荡工作 却讹诈环境不好低收入户的民众 这样的行为实在不能原谅 也呼吁民众若是遇到类似情形 应该马上报警以免遭不明之冤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导